代表大会在京开幕 上海市博园开园一个月 运行平稳 良好秩序 受到各方肯定 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以色列 袭击国际人道救援船队 并造成平民死伤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是关系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全局的迫切任务 近日 我台派出多路记者 深入东部 西部 中部 和老工业基地 实地采访各地转方式 调结构的最新探索和进程 今天推出系列报道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调研型资源篇 第一集的题目是 江城吉林的低碳选择 这两天 新加坡 将一个食品项目的生产基地 选到了吉林省的吉林市 一个曾经因水污染事件 备受关注的重化工程师 缘和能够吸引一个 对环境水质要求颇高的 食品安全项目落户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 记者前往松花江畔的 江城吉林调研 刚从新加坡回来的 项目办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这个项目不仅对吉林市来说 是件大事 在新加坡国内也非常受关注 因为项目建成后 新加坡国内的很大部分农产品 都要出自于这个生态园区 新加坡这个投资方法 为了这食品区 他应该说是走了很多地方 他们聘请了世界权威的评估机构 荷兰核权银行 到我们这地方 先后来了五次 进行详细的考察论证 而且他们组织全球的专家 共同进行评估 你看光这样的数据就有三万多条 他们最后认定我们这个地方的环境 尤其是水质 非常适合食品家 谈到水 穿城而过的松花江 曾经一度由于水污染事件 让江城吉林背负过不好的名声 在松花江上 以保护野鸭文明的环保志愿者 任建国 用五颜六色来形容当时的江水 有红的 有灰的 有黑的 还有黄的各种颜色 会到一块 非常脏 这不是看不到野鸭 看也就零星偶尔 最初老人用自己家的粮食 给野鸭喂食 但最近几年 飞来的野鸭从最初的两三只 激增到现在的几千只 老人有点招架不住了 一开始吧 我就是投喂这个一鞋两盆 现在呢就是一麻袋一麻袋送 有时是十麻袋 这一冬天下来呢 是四十二吨 为了帮老人募集野鸭口粮 很多年轻人在网上 建了专门的QQ群 源源不断地给老人提供支援 老人告诉我们 其实野鸭子对水质要求很高 这几年野鸭越来越多 不是因为有食吃 主要还是因为松花浆的水质变好了 你看这水多清 每天嘛 我就用这两盆 快些水 用它洗脸 就直接可以用它洗脸 直接就用它洗脸 咱们看这水 直接是盆底 特别清的 这水几乎就是透明的 非常干净 从五颜六色到清澈透明 松花浆之变其实是源于吉林市 正在进行的产业升级和布局调整 松花浆是反癌字型 穿尘而过 腎药段是我们的水源保护区 近几年来我们一律献品 中游是整个我们的城市中心区 过去布局的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 一律搬走 下游是我们集中的改造区 比如原来的计划公司 当记者来到松花浆下游的 吉林石化公司时 正感受厂里 在拆除一套市场前景 非常好的生产装置 正在这里拆除的是 吉林石化电视厂的有机硅装置 那么曾经这套装置 每年的产值是五个亿 是这里有名的摇钱树 那这么好的效益 为什么要把它拆掉呢 说心里话 我们不大想停掉 因为毕竟还很挣钱 可以说当时含了眼泪 把装置淘汰 但是这个装置污染太严重了 痛下决心给停掉了 其实张厂长痛下决心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仅石化厂一家 就拆除了四套污染严重的装置 整个计划公司 共拆除这样的装置26套 每年减少排向松花浆的污水 就有450万吨 这是个排污口 现在是排放了 这个已经堵不上了 你看这块 这水 很轻 很轻 还设想的 这个地盘应该变成一个景区 有的时候吧 这也要大行飞吧 它背景吧 不应该有烟 和老人的希望不谋而合的 是吉林低碳发展的新选择 由国家四部委和吉林市 共同制定的低碳经济路线图 刚刚出炉 到2020年吉林市单位GDP能耗和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 比2005年降低50%左右 零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0% 能源消费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速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对于目前仍然以重化工业和高耗能产业为主的老工业基地来说 艰难的低碳转型才是刚刚开始 现在播送本台评论 活水带来活力 对吉林市来说 松花江是生命之水 这座城市曾经为新中国生产出第一道化肥 第一桶染料 建设国家贡献非常大 然而新时期吉林市的发展必须拒绝污染 他们壮士断壁 淘汰落后 在松花江沿线重新布局 舍得放弃眼前就能赢得长远 松花江的水清了 吉林市的发展更活了 新观念 洞真阁 未有源头活水来 江城吉林活水带来活力的做法 促进了发展 为各地发展低碳经济 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各位观众 这里是蒙古首都乌兰巴托 今天下午蒙古国总理巴特鲍洛德举行仪式 欢迎温家宝总理对蒙古进行正式访问 温家宝是于今天上午结束对日本访问 前往欧兰巴托的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蒙古少年儿童向温家宝总理献上鲜花 热烈欢迎中国客人的到来 欢迎一式上蒙古军乐队套中蒙两河投歌 温家宝总理检阅了一帐队 欢迎一式结束后 温家宝总理与蒙古总理巴特鲍洛德举行会谈 温家宝表示 中蒙互为重要邻国 面对当前深刻变化的地区和国际形势 两国要从各自国家长远发展和地区持久繁荣稳定出发 加强交往与合作 推动中蒙木林互信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温家宝指出 中蒙地理相邻 文化相通 经济互补 开展交流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 中方愿与蒙方保持高层往来 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 继续相互坚定支持 增强政治互信 双方要采取切实措施 深化经贸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 积极推进矿产资源开发 基础设施建设 金融支持三维一体合作 并且早日启动中蒙自贸区可行性研究 中方愿在能源 环保 交通运输领域 同蒙方加强合作 支持蒙方发展加工业 愿继续为蒙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为加强人文交流 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 中方将在今后五年内 向蒙方提供2000个政府奖学金民额 并邀请300名蒙古青年访华 探讨建立两国青少年交流机制 中方欢迎并支持蒙方 参与区域合作 愿同蒙方加强在地区组织中的 沟通与协调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宁 巴特·鲍勒德表示 蒙方高度重视发展蒙中关系 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坚定支持中国政府 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立场 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 在重大问题上保持沟通对话 蒙方邀请60名青海豫树地震灾区学生 来蒙古修养 蒙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配合 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作出贡献 会谈后 两国总理共同出席了 中蒙经济技术合作等文件的签子一事 并共同会见了记者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今天在乌兰巴托 会见蒙古国家大呼拉尔主席 登贝尔勒 温家宝说 蒙古是中国的重要邻国 是最早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之一 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 一直给予中方坚定支持 中方高度重视中蒙关系 始终把对蒙关系 放在外交政策的重要位置 我们愿同蒙方增强政治互信 扩大互利合作 加强人文交流 把两国木林互信伙伴关系 不断推向前进 温家宝转达了吴邦国委员长 对登贝尔勒的问候 温家宝表示 中国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 同蒙古国家大呼拉尔 保持着良好的交流与合作 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密切友好交往 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 有益与合作 促进中网关系发展 做出新贡献 张贝勒请温家宝转达 对吴邦国委员长和贾清林主席的问候 他表示 蒙方致力于发展 同中国的木林互信伙伴关系 高度赞赏中国的发展 希望在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 同中国扩大交往与合作 离开东京前 日本天皇名人会见了温家宝 温家宝首先转达了胡锦涛主席 对天皇名人的问候 温家宝说 当前中日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我此次访问日本取得丰硕成果 我同纠山首相会谈 达成许多重要共识 我还同日本各界人士 特别是普通民众广泛接触交流 通过访问 我深感两国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良知 是可以相互交流 相互沟通的 这是一次希望和信心之旅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对日关系 愿与日方一道深化木林互信 扩大务实合作 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不断向前迈进 天皇名人请温家宝 转达对胡锦涛主席的问候 对温家宝访问日本表示欢迎 他说 我至今对1992年访问中国记忆犹新 日中两国交往渊远流长 中国古代许多文化传到了日本 给日本带来很深影响 温家宝总理此次访问日本期间 同许多日本民众进行互动交流 并邀请一千名日本青少年参观上海世博会 这是很好的事情 我表示赞同 天皇名人预祝上海世博会取得圆满成功 希望通过上海世博会 加深日中两国在人文节能环保等领域交流合作 会见前 温家宝还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主持人 国股玉子专访 回答了他提出的有关中日关系 朝鲜半岛局势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 第三届精金济进盟政协区域经济发展论坛开幕式 昨天在天津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贾清林出席并讲话 贾清林指出 今年是全面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 为十二五发展打好基础的重要一年 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 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深入分析当前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 积极做好有关各项工作 为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 见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 要以深化思想认识为前提 形成共促科学发展的良好氛围 以重大课题调研为抓手 开展生动活泼 务实高效的 义政建言活动 以各级政协专委会为依托 有效整合旅行职能的力量 以发挥委员主体作用为重点 充分运用好人民政协的人才和治理资源 努力使人民政协服务科学发展的 对策建议更科学 更务实 更易于为党和政府采纳 贾清林强调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我国经济发展大局中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深化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合作 为推动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发挥更大作用 一是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建成高效协作的区域创新体系 实现区域经济创新发展 二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加快建立以高端制造业和先进服务业 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 三是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 构建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屏障 为区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保障 四是加强统筹协调 把解决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 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五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加强经济冀都市圈 与周围地区的联系与合作 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增强区域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贾清林强调 精金寄进猛政协区域经济发展论坛 是五省区市政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平台 也是推动政协工作创新的重要载体 论坛举办以来 五省区市政协高度重视 密切合作 各展所长 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要认真总结经验 不断创新完善 继续推进论坛的各项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钱韵璐等 一同出席开幕式 中国少年先锋队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 代表党中央向大会致助辞 号召广大少年儿童 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 努力争当四号少年 时刻准备着为建设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贡献智慧和力量 王兆国指出 广大少年儿童要从小培养 对党 对祖国 对人民的真挚感情 努力增强学习能力 科学意识和创新精神 培育美好心灵 养成优良品德 培养文明礼貌 团结互助 诚实守信 遵纪守法的良好品行 热爱劳动 勤于动手 懂得并践行劳动最光荣 劳动者最伟大的真理 锻炼强健体魄 磨练顽强意志 涌坐搏击风雨 翱翔长空的小熊英 王兆国强调 各级党委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 要从党和国家事业 后继友人的战略高度出发 进一步重视少年儿童工作 切实为广大少年儿童 提供安全 健康 和谐的成长环境 全社会都应为少年儿童 健康 快乐 成长 办实事 做好事 做表率 开幕式上六名少先队员代表 汇报了在星星火炬对齐指引下 勤奋学习 快乐生活 全面发展的成长历程 少先队员代表齐声宣誓 热爱祖国 理想远大 勤奋学习 追求尚进 品德优良 团结友爱 体魄强健 活泼开朗 我们要听党的话 争当四号少年 在星星火炬的对齐下 一起长大 出席开幕式的领导同志 还有刘延东 陈志丽 李建国 钱运路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各地小朋友 在缤纷多彩的活动中 快乐过节 在世博园 上海世博会生命阳光馆 和美国国家馆 共同举行 世博童心联欢活动 安徽省希望小学的 一百多名孩子 也在世博园里 度过一个难忘的节日 儿童节里 中国而异 北京而异推出的 罐头小人 宠物总动员 让孩子们欢声笑语不断 不少孩子还来到 卧龙大熊猫研究中心 和镇后出生的 熊猫宝宝一起过节 今天 全国首个 红领金少儿活动基地 在江西平乡安园奠基 中国少年儿童运动 安园纪念馆也正式开馆 南昌SOS儿童村的孩子们 在边防官兵的陪伴下 体验航空飞行等现代科技 在辽宁 天津 贵州 云南 浙江 广州等地 航模表演 涂鸦大赛 让孩子们一展才艺 西藏的小朋友们 用富有民族特色的歌舞 欢度节日 福建南静开展热爱家乡 保护环境为主题的 班队活动 河南 陕西 湖北 甘肃等地的 数千名小学生 参加旧物交换活动 为了让孩子们更好成长 今年开始 在校小学生将建立 视觉发育档案 重庆市今年将完成 一千片中小学塑胶运动厂建设工程 武警湖南总队 为湖南贵东 兴签了一所希望小学 山东泰安的工商人员 通过通俗易懂的自编儿歌 教会孩子辨别真假知识 山东济宁 启动关爱农民公子女健康工程 对贫困家庭的农民公子女 进行医疗救助及心理疏导 广西防城港市 将一千二百多名孤儿 每个月的养育金提高了四倍以上 解放军巴尔医院组织医护人员 来到淮安市特殊教育学校 为聋哑儿童们进行了健康查体 今天不少灾区儿童 在各地欢度六一 四川眠竹 汶川等地的小学生们 在新学校度过第一个儿童节 广东边防景营里 来自汶川玉树灾区 和西南汉区的少数民族孩子 今天不仅上了军事课 还观看军事训练 过了一个特殊的儿童节 而在天津 辽宁 山东等地 玉树在区的同学和当地的小朋友 一起举办丰富多彩的主题对日活动 孩子们欢歌笑语 共度自己的节日 天津的小朋友一起过 留一儿童节真的很开心 所以笑人 由全国复原 中央文明办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等 联合举办的 和祖国一级成长六一晚会 昨晚在中央电视台举行 晚会以让孩子演 演给孩子看为创作原则 容主题故事 同声合唱 幼儿戏曲 少儿歌舞 情景表演等多种形式 展现出当代少年儿童 美好的心灵和杰出的才艺 今晚八点整 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晚会 将在我台第一套节目 和少儿频道并级播出 从撒芝麻岩市的投入 到集中财力助推产业升级 山东省强化科技投入方式 加速全省经济战略转型 再过几天 山东维方共达公司 自主研发的数字传声器 就要进行项目验收了 来自省科技部门的项目开发补贴 为这项成果的产业化提供了助力 这次获得了2150万元的 软响付出资金 是零年来最大的一边 作为山东最大的通信 和数码产品生产企业 以往共达公司 每年都有项目 能得到省市科技创新项目补贴 但是每项补贴 最多也只有三四十万元 欢迎您收看